我有同学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你小时候是很受欢迎的 你爸妈是很爱你的 你爷爷奶是很爱你的 然后我从小大的确实是那一种 学习成绩也很好 然后可能家里条件也比较好 就是我妈经常说 别人还在吃五分钱的冰棒 或者一毛钱的小矮人的时候 我就在吃一块五毛钱花生大烧 所以你要问我真的怎么长大的 就是伴随着对自己的怀疑 孤独 然后想要上进 想要获得很多人的爱和认可 然后长大的 当然我有时候聊天比较飘 如果你觉得我那个 你就给你打断我 谢谢 没事 超得好 对 挺好 你给我这个反馈 我可能讲东西会更大大 讲讲你的原生家庭 你的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 我其实以前特别爱用一个词 来形容自己叫留守儿童 就我家是一个 比如说我爸妈妈那一辈都挺穷的 主要是我爷爷奶奶他们家很穷 然后我爸呢就从三年级就没开始读书了 然后就开始去做烟花厂 做摇砖厂 然后卖小菜 然后卖衣服 然后再到打批发 再到开场 我也觉得我爸妈也没有很关心我 然后他们只顾着赚钱 我本来十二岁都住在我自己家房子里 但是我爷爷去世之后 我就跟着我奶奶去留伯父伯母家 所以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 寄人篱下的感觉 然后一种非常强烈的 被别人讨厌的感觉 但我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你从小生活的环境是什么呀 你能够形容一下 脏兮兮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用这个词 来形容我的成长的环境 可能是因为我很少接触真实的世界 我一直想要逃到一个更好的世界 所以我原认为那个环境是脏兮兮的 他倒也不是生活环境上的脏 就是我奶奶是一个挺爱干净的人 然后农村普遍都是那种 到处的石灰到处的土 但是我记得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垃圾堆 这是我可能脏的第一个来源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我在回避一些痛苦 就是我在回避 不管是我爸妈吵架 我爷爷奶奶吵架 还是家里的那些因为一点钱 因为一点利益而纷争的这种脏 但实际上处于我的那个环境 它已经不算是真的脏了 它就是正常的普通的生活而已 很多人都是这样生活 甚至我的生活在外界环境上 是要比他们更好的 但是我从小就没有学会接受现实 所以我会觉得它是脏的 我其实从小生活在很多地方 你知道我搬了很多次家吗 就我连小学都转了三四个 然后那样初中高中 所以我你让我形容会觉得不稳定 我觉得不稳定简直是我家里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特征 然后很空很大很害怕 很孤独 还有一个事情是 我妈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是 我爸凶她或者说她或者怎么样她 但实际上如果在我看来 或者在其他人面前看来 它就是一个很平常的表现 所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受我妈这种影响 表现出一种受害者心态 就我会意识到我有时候不开心 我会用这种情绪去捆绑其他人 你知道吗 这很可怕 如果你没有觉察到 你就处于一个非常无能为力的位置 然后你又想把自己的愤怒 给释放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攻击别人 你表面上看起来在讨好顺从 但你那把刀它其实很锋利的 就前一段时间在了解的那一生 然后他就在说 你以为你对我没有期待 我对他的期待是 唯一期待洗个头 他说不是这样子的 你对我的期待很多 其实你可能没有觉察到 我以前会觉得这种期待不应该 但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有期待需求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可以选择 要不要把它实在在别人身上 或者说你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去满足你的期待 往往你现在自己内心感受里面的人 他会觉得第一次的期待是不合理的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期待 或者我的期待永远得不到满足 所以我就压抑我自己的期待 但是人的期待是压抑不了的 你会把它加倍地放在其他人的身上 如果我现在换作是29岁 我希望他换一种方式来爱我 就我不会对他有那么强的迷恋和依恋了 不会靠那么多外在的他对我好的方式 包括他现在给我的买的软胶宝 我依旧在用 就已经六七年了 每年回湖南这种冷得要死的冬天 我还是会把它拿出那个软胶宝来用 我觉得这是真真实实实实实在在的爱 我没有去否认这一部分 我只是会觉得因为我太久没有过安全感 太久没有过感受过爱意 我把这部分爱意夸大了 我在跟我前有结束之后 可能花了很久之后才跟别人重申开始约会 我会觉得别人帮我包个橘子 他都是贴心的不得了的表现 但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就人对人好 他就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反应 正是因为我以前把他爱过度夸大了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从他那里面走出来 然后我才现在发现 我是值得这一部分的 所以我不是否认他的 对我的爱 而是看到了真实的全部 就像他会跟我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说 异地恋的时候 他见不到我 或者没有办法跟我睡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想找其他女生出去吃饭看电影 他也有他自己的议题 他也有他自己想要被接纳 想要被看见 想要被触碰 就人是天上有被触碰的需求的 他也有这种需求 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他 因为我们那时候长期住在异地恋 因为我本身认识的时候就是在异地恋 我跟他分手的一个导火索之一是 我在新西兰的餐厅里面打工 然后推车 推那种餐车可能五六十斤吧 然后腿都很肿 然后他在那里跟我讲故宫 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 对 然后我发现他的生活已经跟我生活不一样了 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追求他的爱好 但我现在好像开始面对我的生活 虽然他以后也要面对他的生活 我们就从那个时候 突然发现 原来不是这样子的 原来不是只要靠默契 只要靠 可以聊很多天 可以一起出去玩 我回顾 我们十月份第一次闹分手 我十一月十一号 他送我从成都去新西兰 我那时候真的想告诉我自己 要不我别去新西兰了 我就留下来跟他一起在北京吧 或者说我去找工作 其实也挺好的 但是我后来去复盘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我没有把它放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 我们两个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把彼此放在彼此的未来规划里面 包括现在也是 就是我没有觉得我活到一个 我不知道29岁是不是该这么通透 或者说59岁也不一定能有这么通透 但是我发现 我不能活在爱的想象里面 我得去看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真实的人 然后对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 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野心和追求 害怕和恐惧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在感受里面 在爱情里面 这六年半之间有没有再有新的 有一些约会对象 或者有一些觉得他们长得挺帅的 的男生 但没有 从来没有一个人 让我说我要跟你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 很多时候我说我可以 我好像挺喜欢你的 然后我们在一起好像挺开心的 但你真的要 不管是我真的想靠近对方 对方想要远离 还是对方想要靠近我 开始想要远离的时候 我发现我好难进入到一段关系 真的很害怕接触真实的对方 在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很多滤镜嘛 他也会对你很好 对吧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有些事情是你觉得你天生就没有办法喜欢的 我昨天在思考这个问题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让我谈恋爱觉得这么难 因为其实在我身边的男生其实不少的 我本身我也没有排斥跟男生接触 我本身我的性格也还比较开朗 其实我身边的男生其实并不少 但是我已经忘记了 就忘记了怎么样是一个简简单单谈恋爱的过程 他有很多的沟通技巧在里面 他有很多担心受怕在里面 然后我花了很多的就是以前我会觉得一定会有一个miss right 他很好 他起码大部分东西可以是满足你的期望 动线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处于一个对感情没有什么特别的期盼 但是我会带着这种没有期盼去接触人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首先我觉得是因为压力吧 以前呢只有读书 然后家里条件也还不错 你会觉得你是未来会有非常多的前景 有非常多的可能 但是到22岁 我去新西兰 Working Hall Day回来 其实我去新西兰摘草莓 当服务生 然后去洗茶壶 我可能半个小时要洗300个茶壶 我不是一个特别拜金的女生 但是我确实是会意识到 我的工作 我的履历 我的水平 它真的不足以支撑我来满足我野心中的生活 就是 我会 我会恐慌 我会在很多时候都会非常的恐慌 在我每次要交房租的时候 在我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 我会觉得人的恐惧来自于 你一方面对自己有非常多的期望 你非常自己希望你自己可以变得很强 但实际上你又会没有办法耐受很多的痛苦 然后就没有办法行动 我以前听过一个很搞笑的点 我以前是信奉为闺孽的 就是说 女生应该要有一双11厘米的高跟鞋 因为女生不应该走路超过五分钟 我心想碰了鬼了 我真的觉得我是被 就所有人都一样 都是被这些女生是 脆弱的 没有力量的 以及需要用这些外在的形式来吹捧着 毒害的鸡汤长大的女孩 但是我接触了生活之后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我以前会觉得我 我是特别的 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苦 但我现在反省不屑 每个人都很苦 而且我已经算是够幸运的了 换到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来看 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就再也不怕被别人抛弃了 前两天我听到一个例子 让我非常的难受 就是说 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去开房 然后那个男生交了房费200块钱 然后那个退房子要12点就退 但是那个女生呢 睡过了睡到三点 不是把酒店就拿了100块钱押金给扣掉了 然后那男生和女生就一直在说 男生就想让女生把那100块钱还给他 女生就说我会还 但是一直没有还 这是我朋友跟我转述的版本啊 我听到我要难受死了 倒不是因为说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 或者说我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就觉得人生可真难啊 这种这么 我很难去形容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我有一次在优衣库逛街 虽然我可能也会觉得优衣库一个99块钱T恤啊 就我在读书的这几年我会觉得它很贵 我也觉得淘宝上可能59 69好像也还可以哈 但是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男生对着一个女生说 为什么来买优衣库的T恤啊 99块这么贵 哇 这件事情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去游衣库 我不想要再见到这样的人 我不想要再面对生活这样的本身 所以我现在希望的感情是什么样 就是我希望他可以过他自己真实的生活 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们在很多时候 比如说在开心的时候互相分享 在不开心的时候互相拥抱 这就是我对感情的期待了 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在我身上 我也会用他喜欢的事情去对他好 但是我不再那么强烈地依恋这一部分了 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复杂 矛盾 然后善良 正义 然后孝顺 这是我很基本的底色吧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反思 花了很多时间去跟人碰撞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去跟现实接轨 你知道吗 所以 但总体回想起来 我会觉得我的成长是很普通的 没有我想象那么的痛苦 没有我想象那么幸福 我没有自己想象那么优秀 然后我是普通人 然后我也不必要再去想说 什么人生哲理要在我身上得到多少展现 这都无所谓 因为我体验当下体验是最重要的 对 你为你自己现在状态自豪吗 还是 偶尔会自豪 偶尔会自卑 偶尔会否定 然后偶尔会觉得人生没有前途 你可以叫我桃红热 但是尤其我有非常多其他女生 比如说小朋友也喜欢叫我桃桃姐姐 或者桃子姐 或者桃姐 对 然后我现在29岁 然后我现在在北京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员 读应用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 如果幸运的话 你看到这起电视的时候 我已经毕业了 请把你们的好运给我一点 我也把好运存给你们一点 大概就这样 谢谢大家